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二章 那时,西律王下手苦害交回中几个人,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。 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,又去捉拿彼得。 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,西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,交付四班兵丁看守,每班四个人,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,当着百姓办他。 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,教会却为他窃窃地祷告神。 西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,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,睡在两个兵丁当中,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。 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,屋里有光照耀。 天使拍彼得的泪旁,拍醒了他,说,快快起来。 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。 天使对他说, 树上带子穿上鞋。 他就那样坐。 天使又说, 披上外衣,跟着我来。 彼得就出来跟着他,不知道天使所做的事真的只当见了异象。 过了第一层,第二层监牢,就来到临街的铁门,那门自己开了。 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,天使便离开他去了。 彼得醒悟过来说, 我现在真知道,主差遣他的使者,救我脱离西律的手,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。 想了一想,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,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。 彼得敲外门,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,听的是彼得的声音,就欢喜得顾不得开门,跑进去告诉众人说,彼得站在门外。 他们说,你是疯了。 使女极力地说,真是他。 他们说,必是他的天使。 彼得不住地敲门,他们开了门,看见他,就甚惊奇。 彼得摆手,不要他们作声,就告诉他们,主怎样令他出奸。 又说,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,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。 到了天亮,兵丁扰乱得很,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。 西律找他,找不着,就审门看守的人,吩咐把他们拿去杀了。 后来西律离开犹太,下该撒利亚去,住在那里。 西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,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,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伯拉斯都的情,一心来求和。 西律在锁定的日子,穿上朝服,坐在胃上,对他们讲论一番。 百姓喊着说,这是神的声音,不是人的声音。 西律不归荣耀给神,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,他被虫所咬,气就绝了。 神的道,日渐兴旺,越发广传。 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,就从耶路撒冷回来,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